大家好,我是蘇華偉 是一位香港退役的前進運動員 我是六面彩肉金牌德魚 目前是G36,200米彩肉紀錄保持者 我是陳月爾,今年15歲 我已參加了飛躍新世界八年 亦是學校泳隊成員 第一屆維港泳在哪一年舉行? A,2009年 B,2011年 B,2011年 今年維港泳的起點在哪? A,灣仔公眾碼頭 B,尖沙咀天星碼頭 A,灣仔公眾碼頭 今年維港泳的終點在哪? A,中華天星碼頭 B,尖沙咀星光大道 B,尖沙咀星光大道 維港泳浮球是什麼顏色呢? A,紅色 B,橙色 B,眼睛 參加維港泳的最低年齡要求是 A,12歲 B,14歲 A,12歲 A,12歲 A,10歲 C,7歲 B,7歲 A,294歲 B,卓iate 她又告訴我 好訓練才會有成績 我也成績了 也很希望跟我媽媽一起分享 我的喜悅的決議 你為什麼 或是初次參加這個非藥新世界 你很喜歡游泳 我當初懂得游泳 但又不是很喜歡 但之後媽媽就幫我 報了這個非藥新世界 游著游著就接受 這個有系統的訓練 開始慢慢喜歡 我雖然不是游得很快 但我希望每一次比賽 每一次計時 都有進步去超越自己 做運動員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怎樣超越自己 怎樣能讓自己 每一場每一場都開得這麼好 以及每一次訓練都 做好教練的要求 你剛剛也說訓練很辛苦 你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成為香港的神奇小子呢? 去做一些體能特別的訓練 去合適 身體的不夠力 的一個毛病 堅持自己的目標 以及 歷史的整整 對自己不遙的挑戰 以及 永不放棄的整整 那你做了運動員這麼久 又沒有想過要放棄 其實有時候都會有放棄的練習 因為始終運作完 那時候登庫 教員可能會跟我說 練習到學位置的時候 這樣做自研究 覺得動氣的時候 自己去換氣 繼續跑下去 我講了很多運動和目標 那你在飛躍新世界裡面 你有了什麼得著呢? 那飛躍新世界裡面的游泳訓練 就令我學會了堅持 不要放棄 那因為游泳 你每一次都到終點 你才可以停 那這種堅持的精神 就可以運用在我日常生活裡面 那還有飛躍新世界 都是一些其他活動 例如我之前參加了 The Forest Beyond the Field的拍攝 那這些活動 其實都可以令我大開眼界 我是嘗試了一些 我之前沒嘗試過的東西 我知道12月12日 失敵街為廣泳 你會落水 是啊 那我上次 即是2018年 就游了20分鐘 那我希望今次有進步就可以了 那盡力去超越自己 當然有努力 中了就可以了 上水之後 就再多一件衣服 好 各位榮手準備好了嗎 比賽之前 記住做定熱身 我會認同一下WayMaker 一起為你們打氣 12月12日 約定你們維廣見 Together we make way 浪節浪一起唱